封釵 唐浩 勤管逃吧 那边 未来的昊天面下 这是要往哪儿走 这好奇形势 你佳佳战为锤 微微昊天宗 唐昊 你身为昊天宗子 本应顺应天使 而为何要逆天而行 逆天而行 到底是我唐昊为天所不容 还是你五魂殿自封为天 断西风之锤 你会是很好的养量 你的影子已经背叛了 昼光审判 化为尘埃 奇荣通天 十魅王梁 两极静止领月 臣服于光辉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没有人能阻挡武魂殿的影子 别说你一个唐昊 就算是整个昊天宗 也不过是唐壁当车 阿姨 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 好 是阿淫拖累了你 我给我们的孩子请了个名字 唐三 与君相遇 三生有幸 谁念西风 毒字凉 萧萧黄叶 闭书窗 阿淫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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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定要记得我 你喜欢献祭 你是不是知道 你会灰灰灰灰灰 你去杀 还救他 好 阿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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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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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了珍贵的蟒蛇系魂环 快去点击五魂 打开魂环界面 便可以进唐三室控制系魂时 点击吸收蟒蛇系魂环 可以激活唐三的第一唐三的第一魂技 控制系魂师第一魂技的特地现在 去试试魂技的温度吧 该去学院报到了 你的故事 一场命运的邂逅已悄然降临 踏上属于你的旅程吧 小三 走吧 宿舍就在眼前 小三 前面就是宿舍了 我就送你到这里吧 谢谢你 老师 我是你的老师 你不需要对我说谢谢 先去宿舍报到吧 等你安顿好了 我再来找你 不过 我听说七舍的孩子们 有自己的规矩 你小心一些 听说今天有新人要来 最好他乖乖守规矩 否则我得活动活动精 让他记住了 请问这里是七舍吗 你就是新来的宿舍啊 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唐三 来自圣魂村 麻烦让让我要见宿舍 唐三 以后我就叫你小三子吧 我是七舍的老大 以后你都要听我的 在七舍 这就是规矩 既然如此 那我倒是要领教领教 这所谓的规矩 魂师在回合开始时 魂力不足 请先使用普通攻击吧 魂力充足 选择缠绕 攻击目标 你已经输了 你打赢了我 以后你就是七少的老大了 我只是来上学的 我们工读生老是被人欺负 只能通过这种规矩团结起来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放心吧 如果有这种事发生 我不会袖手旁观的 你们好 我叫小二五 听二五的五 请问这里是七少吗 又来一个工读生 老大 上 先给他一个下马位 你好 我叫唐三 是这里的老 社长 七少有个规矩 先来的工读生都要展示自己的实力 请问 我能跟你切磋一下吗 切磋 就是要打架是吧 好啊 那来吧 我叫小五 跳舞的五 我叫小五 跳舞的五 我叫小五 跳舞的五 这中间我叫小五 已经走了 以后已不禁止以及 你乱咚多了 最后你也不怕 你不会负磋 但是你不必所乱负 是否要分析 你不会负磋 你会那看到这些磋 你会发生我 真正的就要不负磋 真正的铺 你会不会有点大马位 尽aps 更加蟋 你还挺厉害的嘛 你也不累 承让了 你刚才在把我甩着 我甩出去时手下留情了 我认输 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技巧 我这个叫柔技 利用身体的柔软和坚韧发动的技能 啊 受教了 按照规矩你赢了我 以后你就是我们的老大了 老大 似乎很好玩啊 好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老大了 当老大 听起来还挺不错的嘛 任务完成了 快来领取丰厚的奖励吧 一会儿不见 怎么感觉你好像又变强了 略魂森林开启啦 快去看看吧 吸收魂环 可以让魂师发 看完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过去看看 说不定有适合你的魂兽 你跟在我后面 注意安全 一群小狼也敢来打我们的主意 你已经输了 冒杀八对战 再找不到适合你的魂兽 我们今日怕是要无功而返了 放心吧老师 总能找到合适的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找呢 我们再往森林深处走走吧 只是越到里面危险越大 但愿不要遇到什么凶狠的魂兽 等等 小三 你快到我身边来 冒险 只剩有四个人 小三 快跑 不管能再隐藏实力了 使用唐三的缠绕 可以困住实力强大的敌人 使用小五的爆砂八段摔 总可以对被束缚的敌人造成更高的伤害 小五的爆砂八段摔 小三 你怎么样 你刚才怎么突然松手了 曼陀罗蛇是独属性魂兽中最恐怖的存在之一 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 老师 我刚才很害怕 手不知道怎么回事滑了一下 但是 老师 我刚才胡乱回你给我的短剑 好像刺中那条蛇 这是曼陀罗蛇的魂环 太好了 小三 你的魂环又着落了 老师 您是说这条蛇吗 可我的武魂是植物啊 根据我的研究 植物武魂也能吸收动物魂兽的魂环 这条蛇具备坚韧和毒性两种特点 正好适合你